拴小船的木桩 对小船道 台长告诉大家的预言 拴住小船的木桩 对小船说道 哈哈 你失去了自由 小船跟他讲 你也失去了自由 实际上 学博人说 一心想拴住别人的人 其实自己也被别人拴住了 放开胸怀 拥抱世界